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代表我们的法律师 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今天主讲主谈的一个题目 是从企业案例来谈 如何落实我国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规范 那我首先先介绍一下 我们曾经在5月20号的时候 曾经请今天也在场的林子雅律师 来跟大家分享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的 大致上的一个法规架构的情况 那林子雅律师呢 有跟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些说明 那包括所谓的这个公开发行公司 那上市规的公司 那甚至一些比较特定的公司 那他们特别有什么样的一个法规的规范 那除了抽象的法规规范之外 我相信更多的朋友想要知道的就是说 除了抽象的规定之外 落实在聚集的做法上面究竟可以怎么做 那所谓的怎么做 其实最好参考的方式 其实就是看看别人怎么做 那台湾其实有很多的标杆的企业 事实上都已经在尝试 而且在落实CSR的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今天安排的这个题目 我们就会特别请吴嘉欣律师来跟大家谈谈 而且分享一下如何落实我国 企业社会责任CSR规范的一些企业的案例 那一如刚才跟大家报告的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Zoom的个人的这个版本 它时间有一个40分钟的限制 所以如果时间到了 然后还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话 我们会继续的在同样的会议室 会议室号码写在我的背板上面 就是486-220-1834 密码是CSR2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如果说需要的时候 可以再进来参加 那今天的这个会议的这个 座谈的内容就跟上次一样 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录影 然后稍后会放在YouTube上面 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今天我们就直接 我就把时间 先交给今天的主讲人吴嘉欣律师 来跟大家做说明 吴律师请 谢谢主持人林律师 那还有在场的林子佬律师 那赵佩宜律师 还有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万国法律事务所的吴嘉欣律师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就是从企业案例谈 落实我国企业社会责任 也就是CSR的规范 好那首先呢 先简单跟各位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也是服务于万国法律事务所 那我毕业于就是交通大学 但是阳明交通大学的科技法律研究所 还有政治大学 那我个人的这个感兴趣以及专长领域 在就是这边所提到的 就是包含今天我们主题很息息相关的 新创事业及社会创新 还有智慧财产安全 以及就是隐私权相关保护的部分 好那在今天的报告内容 其实是会相当的丰富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会聚焦在这五个主题 首先会先跟大家分享 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 那第二点是说企业社会责任有哪些规范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 在这个规范里面呢 就是会课与企业有一个资讯揭露的义务 也就是主要去撰写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也就是CSR报告书要怎么写 那我们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会介绍一些典范的企业案例 最后会简单的整理结论 还有提出一些建议 好那首先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呢 就是大家可以在荧幕上看到 就是我们在讲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 会常常看到这三组英文字 CSR ESG跟SDGs 那我们在讲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可能很直观的 就会想到说 在今年度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新冠肺炎的疫情相当严重 我们看左边的图就是台积电的董事长 还有就是鸿海的创办人 就是刘德英董事长跟郭台铭创办人 他们都获得了这个总统的这个召见 然后一起由政府跟企业官民合作 来团结合力来争取这个BNT的这个原厂的疫苗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企业善进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展现 我们看到右上角 除了这个公司它自身去投入企业社会责任之外 我们看到联电 它也很棒的呢 去吸收它的这个供应商就顶重 它的相关企业一起去捐赠这个紫外线的消毒机器人 或者是我们可以从右下角看到台速生意 它善用它本身在生意方面的这个专长 它捐赠了大量的防疫物资给需要的这个院所 这些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典范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张图 其实我们在了解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就如同这个玉山金控在今年度的CSR报告书里面 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希望透过自己的一个想法 来成就一个不反的一个目标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最常见这三组的英文字 就是CSR ESG跟SDGS 那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CSR它其实就是Corporate Society Responsibility的这个缩写 它主要呈现的重点在于说 就是我们的企业呢 从过去的追求自身的利益就是独善其身之外 我们在经济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去考量到说 我们的环境能不能够永续的经营 能不能够让我们的经济发展 其实一直持续的继续下去 它最主要强调就是要跟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是Stakeholders之间的关系 自己的利害关系人呢会包含了 例如说像企业内部的员工 或是内部人 那也会包含就是说企业外部的 例如像顾客消费者 或者是关系厂商等等 他们其实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展现 那在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就会去思考说 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指标或什么样的内容 来填充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 右方的这个ESG的部分 它是环境社会与公司自己的缩写 它这是联合国全球契约在2004年首度提出来的这样子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透过环境保护 社会关怀及公司治理 来作为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具体落实的内涵 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 联合国呢 它也发布了就是SDGs 就是这个永续发展的目标 去提到说在我们全球在2030年以前呢 我们是希望达到如何的发展的目标 总共有17项的主要目标跟169项的细项目标 那这些目标呢 其实也都有助于企业在落实跟具体化 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 作为这个CSR的内涵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17项的主要的发展目标 那这边可以请大家可以直接来参议看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ESG 它其实最主要就是环境保护社会关怀跟公司自己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也会在后面的这个 投影片里面跟大家做详细的这个说明 在这边就不赘述 好 那我们接下来切入到第二个主题 CSR它有哪些的规范呢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其实可以用蜘蛛人的一个很经典的台词 叫做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用这样子的这一句话呢 来带大家去思考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 就是CSR的这个规范 那在我国呢 就是关于CSR有关的这个规定呢 主要规定在公司法的第一条的第二项 也就是说在公司法2017年的修法里面呢 我们正式的把公司要善尽社会责任的这个部分呢 定进去我们的公司法 让公司善尽社会责任能成为我们公司追求的目标之一 好 那在我国呢 就是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的规范的主要落实 其实是主要是在资讯揭露义务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目前呢 我们的既有的法规范 其实是希望就是这个企业 他可以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但是我们并没有强制说 他一定要善尽如何的企业社会责任 而是透过这个企业让他去揭露 他本身有做的这些社会责任的方式呢 来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企业他做了哪些事情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 就是下方的这个区块看到 主要的揭露义务主要可以分成三项 第一个就是公开发行公司的年报 在公开发行公司的年报里面呢 他要去记载就是 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个内容 还有就是说 他里面是不是有跟企业社会责任实务守则有落差 那落差的原因是什么 那第二个文件呢 就是公开发行公司在募集发行有价证券的时候呢 他要去出具这个公开说明书 在公开说明书里面呢 也要就这个公司治理 也就是说这个公司他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形 还有就是跟CSR的实务守则的差异跟原因是什么 都要提出来 那第三份文件呢 就是我们今天会主要特别去强调 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那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他等一下我会在后面的这个报告里面去做比较完整的说明 好 那我们刚提到就是说 责任越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所以说在这个我国县刑法 他课语的公司去揭露他的义务的这个强度也是不等的 那我们先从非公开发行公司来看 在非公开发行公司里面呢 其实是并没有去课语他强制的要去揭露的相关的义务 而是主要是让依据公司法第一条第二项的方式呢 来鼓励这个非公开发行公司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那再进一步到公开发行公司的部分呢 就是公开发行公司他就是要去发行这个公司的年报 还有就是要发行这个公开说明书 那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公司的治理 公司年报里面 他就要有一个部分是公司治理报告 公司治理报告还有就是公开说明书里面 都必须要去说明这个企业他履行哪些企业社会责任 这边对应到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A跟B的部分 就是公司年报跟公开说明书 那如果说公开发行公司他的这个公司年报 或者是公开说明书里面有不实的情况呢 那也有可能会依照证券交易法的规定 而去负担民事或刑事的责任 那再更进一步呢 我们看到的是上市上柜公司 就是他除了如同我们刚刚提到就是A加B 就是他必须要有公司年报中去揭露公司自己报告 还有就是要去编制这个公开说明书之外呢 他也必须他更进一步必须要依照CSR的实务守则 的第28条第一项的规定 去充分的揭露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资讯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A加B 我们会再多一个框 也就是说在这A跟B的这两项文件里面呢 他必须要去讲的更加的充分跟更加的仔细 那同样的如果说公司年报 或者是公开说明书有任何不实的情况呢 也是会依照 有可能会依照证券交易法去负担民事或刑事的责任 接下来我们会提到就是说 特定产业规模的上市上柜公司 那除了就是他是一般的上市上柜公司 他必须要如同刚刚所说的 他必须要去负担 就是要去编制A跟B 就是公司年报跟公开说明书 去讲CSR的内容之外呢 他第三个他要去编制 就是我们刚刚一再强调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书 好那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书呢 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说他没有按时的编制 或是依法编制或依法申报的话 那上市上柜公司呢 他都有可能会被处理就是 新台币一万元以上的这个违约金 这样子大家可以参考就是 那个投影片的这个右方的这个内容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 特定产业跟规模值的是什么样子呢 那特定产业呢依照就是上市上柜公司 产业类别的这个划分的要点里面 主要就是特定产业是聚焦在 食品工业化学工业及金融业者 那规模呢是被要求说 他的资本额是达到新台币50亿元以上的 这些公司 那但是目前的经营管卫其实是有朝向 就是说要放宽 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上市上柜公司来 编制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我们在稍后的这个简报里面也会跟大家分享 好那在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来跟大家讨论说 那我如果这个企业在依据这个 这个法令的规定 就是我必须要去编写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书 那我的报告书要怎么写呢 那这边只给大家两个关键字 第一个就是CSR守则 第二个是GRI准则 好首先CSR守则呢 就是这边是我对于上市上柜公司 企业社会责任实务守则的这个简称 那在这个CSR守则里面 第三条就有规定说 第一项就规定说 上市上柜公司 他要去编制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他应该要参考的文件 什么就是这边提到的 全球永续性报告协会 也是GRI的准则 那在什么是GRI的准则呢 就是GRI它是一个这个协会 那主要是在针对这个永续发展 应该要揭露的事项 它编制有一套很完整的这个准则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这个 在这个CSR守则里面 会要求说 大家必须要去遵照这个GRI的准则 来编制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那重点呢 它要去揭露这个公司 它所鉴别的经济环境 以及社会这三个面向的重大主题 好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 那我要我作为一个公司 我要怎么去选定哪些是 也必须要揭露在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里面的重大主题 好那GRI准则里面呢 就是它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先看到左边这个图 GRI准则呢 它在一开头的 GRI一开头的这个类型里面呢 主要是针对就是它的通用的准则 也就是包含就是说 这个GRI它里面要求说 我要去揭露的一般的主题 有哪些例如说我的企业的这个内部的架构啊 或者是说我采取的各个重要主题判别的这个标准 它的准则是放在一开头的这个部分 那在一开头的里面呢 它就有提到说 我们在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的时候呢 主要可以有两个面向去发展 一个是采取比较核心的方式 也就是说就这个这个重要的核心事项呢 去提供这相关的资讯 那第二个方式呢 是比较全面的方式 也就是说在核心事项之下 核心选项之上 那它去针对的更广泛的议题呢 去提供它的这个资讯的揭露 那针对就是我们刚提到 很重要的经济环境社会这三个主题 GRI它分别在200以下 就二开头还有三开头跟四开头 那里面呢去更仔细 更具体的去说明说 经济项目的这个重大主题要怎么编 内容要怎么写 环境社会的要怎么编 怎么写都在这个里面 那大家可以去上GRI Standards的这个网站呢 能够透过提供email的方式呢 可以免费取得这个相关的 这个GRI准则的资讯 它目前有多国语言的版本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参考 就是例如说英文中文 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这边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说 重大主题要怎么选择 除了说GRI准则 它给了我们一些指引之外 那在黑松公司 它其实也做了一件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事情 就是说 它对它的利害关系人 包含它的内部人成员 也包含就是它外部的这个公司 包含它的客户 或者是说它的供应合作的厂商 它去发送问卷 那它透过发送问卷的方式 它去鉴别了 它的这些议题 是不是属于 是不是具有重大性 之后它去做排序 以及确证跟检视 这四个步骤 我们可以看到说 像黑松公司 它就把它的重大议题 就把它分成公司治理 经济环境 劳工 人权 社会及产品责任 这几块 那分别在里面 再分成各个子项目 去说明这些重大议题 它们是怎么去做好 企业社会责任的 好 那这部分这张图呢 也是就是黑松公司 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里面所揭露的 就是说 它 我们可以看到 它里面就有包含 之厉害关系人的关注程度 就是stakeholders 它对于这些议题 它的想法是如何 还有就是横轴呢 则是这个 黑松公司自我评估说 这个营运冲击的程度 由低到高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举证 好 那我们刚刚其实 简单的分享的 就是说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它主要从GRI的准则 还有CSR的守则 这两个方向 主要的面向出发 那我们现在就来 去介绍说 以台积电 信仪房伍 还有玉山金共 这三间公司 来说明说 这些典范的企业 他们是怎么做好 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那在进入这个 分享之前呢 我们会先 我先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为什么会选定 这三间公司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 台湾的民间 目前主要有天下杂志 跟远见杂志 他们每年呢 都会针对企业 去做所谓的CSR 奖项的评选 就是各个公司呢 他可以透过他的 就是主动去申请 他去说明说 他做了哪些CSR 然后做了哪些 很棒的事情 那这个 这两个单位 他们就会去评选 那我们看到 台积电 信仪房屋 跟玉山金共 他们是去年度 就是被评选为 非常优质的 这个CSR的企业 所以我们这次呢 也特别选这三间出来 而且我们也特别的安排 就是说 像这三间 他们的产业特性不一样 可以给大家去做 不同的比较 好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就是CSR里面 他这个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里面 他要主要揭露的 就是几个主题 就是我们刚刚一再的强调 就是ESG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对应到 就是CSR食物守则 第四条的这四款里面 包含就是公司治理 永续环境 还有社会公益 那等一下我们的报告 也会从这三个面向来谈 那第四个部分呢 就是他去课与 这个企业就是要加强 企业社会责任资讯的 这个揭露 这样那他就是一个原则性的 概括性的一个规范 好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 组织架构的部分 其实在CSR食物守则 第七条里面就有提到说 第一项就提到说 上市上规公司的董事 他要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物 来督促企业实践 CSR的责任 那在第三项里面 更进一步去说明说 这个架构应该被放在哪里 是被应该要放在 董事会授权的 高阶的管理阶层去做处理 并且要向董事会 报告处理的情形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些企业是怎么做的 好 那我们先看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呢 他就是他有设了一个 他原本设一个 叫企业社会责任的委员会 那他现在在今年度 改制为ESG的委员会 那另外他的执行 这个ESG的部分呢 就是改成叫做ESG指导的委员会 那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由这个 包含就是执行长 是由董事长来兼任 那这个ESG的委员会的主席 是由资深副总经营兼任 层级都是相当的高 那在信义房屋的部分呢 他则是设置了一个 全面伦理管理的委员会 那他也是由董事长 跟高级经理人所组成的 是一个很高的 很高级的一个组织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在台积电 他就是在评估说 他要哪些东西 是一个最主要的主题 还有他ESG 他的CS 他所要主要发展的面向 他所设定的这个主题呢 其实在很早之前 张忠谋在担任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里面 他就有规划所谓的ESG举证 来决定说这个公司 他所要发展的CSR的重要的主题 我们看到这个这张图呢 就是台积电的ESG的这个举证 就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台积电工 左侧是台积电公司所重视的价值 那上方的横列呢 就是可以对应到 就是我们一般而言会认定 就是属于那个ESG里面的 重大面向的一些部分 一些主题 好 那再更进一步呢 在今年度的台积电的CSR报告书里面呢 他更全面的去做一个 更仔细的一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在右边的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联合国的SDGs的 各项目标 那在就是这个图的中间 就是说这个台积电 他针对这些目标 他如何去做好 他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 就提到他的组织的架构 还有第二个部分 就看到他所发展的几个面向 还有他在里面 台积电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还有他自己自身 有什么样的能力等等 他其实把它做得 非常的完整跟清楚 好 那接下来我们会针对 以ESG的方式呢 来说明说 各个企业 他们是怎么的做好 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首先我们先看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它的本身产业 它是一个晶圆代工的业者 那当我们在想到晶圆代工业 或者是制造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第一个 就会想到说 它可能会有消耗大量的资源 或者是说对环境的冲击 可能比较大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看台积电怎么做 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资讯 其实是比较多 那我们有可能会用一个 比较重点式的来跟大家分享 那关于这个比较详细的内容呢 可以请大家参考 我们在我们小组在万国法律 在四月份以及六月份 所发表的这个文章里面 会有更详细的这个说明 那首先在台积电这个 回到台积电这个部分 就是它的问题就是 它会有耗费大量工业用电用水 还有排放温室气体的问题 所以说台积电 它就去采购的绿电 或者是说它本身去采用 节约能源的方式 来生产它的晶片 那它除了就是对自我有要求之外呢 它也去辅导它的供应商 去进行节电的活动 那在用水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积电 它也我们之前有看到新闻嘛 就是说当台湾在缺水的时候 我们的半导体产业 其实是首当其冲的 所以说台积电 它为了要做好这个资源的管理 也为了因应说 环境的变迁 气候的变迁 对它的产业产生的冲击 所以说它就本身 就是减少它的用水 那它也去建构一个 稳定的多元来水的系统 包含说它去收集雨水 或是说它回收 它自身的空调的冷凝水再利用 对那在水资源的部分呢 我们知道说在做晶片的过程当中 需要去冲洗 那所以说可能这个 水质如果说 这个水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的话 也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说台积电 它也有去改善它的放流水质 达到这个 鱿鱼水污染放流指标 30%以上 那在减碳跟温室气体的部分呢 台积电它就是建筑了 绿建筑的厂房 然后它也是去使用一些 替换掉高温室前世 这些制成的气体 那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台积电呢 它除了对自己有要求之外 它有成立一个所谓的 台积电供应商的永续学院 它去跟它的供应商去分享说 我怎么去做好这些事情 那我鼓励你们一起来参加 我分享这些资源给你们 可是你们之后 如果说要当我的供应商 你就要符合我的这个价值 所以台积电就是它做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这边可以看到的台积电 去成立一个供应商永续学院 第二个是它去举办这个供应链的管理论坛 那它会客予这个供应商 哪些的这个要求呢 我们主要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 一个部分就是要求供应在地化 就是这个资源的取得呢 尽量是在台湾在地 就可以取得这个资源 去减少这个碳足迹 第二个部分呢 是它会要求说 我如果采购 我要采购的就是非冲突的这个原物料 就像我们大家可能会听过的 就是新疆棉 或者是说鑽石 就我们知道说在新疆 现在其实是有很多的 因为中国的国家的这个关系 可能会有一些劳动权利 不是受到重视的一个情形 那台积电它就避免去采购 这些的原物料 来去散尽它的企业社会责任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 另外一个例子是信义房屋 信义房屋呢 它跟台积电就很不一样 它本身是一个服务业者 它也不会有制造业 所谓的大量的消耗资源 或者说对环境产生冲击的问题 可是信义房屋 它在环境的部分 它怎么去做好 它的企业社会责任呢 第一个 它去节约它的能源使用 它管控人均的用电 第二个 它去严格去管控说 它每一笔不动产仲介服务的碳排放量 去严格的控管它的碳足迹 那同样的 它也是跟它的供应商会签订 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四个 这个承诺书 或是工作伦理准则 来要求说 我这个供应商 你应该也要去 遵照去符合我的企业的 这个理念跟价值 去做好企业社会责任 那在社会关怀的部分呢 台积电它就成立了两个基金会 我们可以看到 就文教基金会主要是 聚焦于就是艺文跟那个教育的方面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慈善基金会 它就是去关怀 入市跟善待长政 结果这个部分就是很典型 就是我们会想到 企业社会责任就会想到 我们好像就是去做善事 去做好事这样子 那在信义房屋呢 它一样跟台积电一样 它也是有透过去 做这个行善这样的方式 去回馈这个社会 那比较特别的是说 我们看到信义房屋 它其实除了说 对于这个外部的社会 它去做善事之外 它的企业社会责任 也反映在 它希望让整个不动产的业界 发展得更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有推出了 所谓的这个不动产的年间 目的是希望能够深化这个产学 还有深化这个产学合作 或者是说呢 它针对它所去 不同的社区 它提出一个所谓的社区一家 全民社造行动计划 那像这个就是跟它本身的专业 是比较息息相关的 它透过自身的专业 去让整个产业里面的人共好 或者是让它不断的 由像向心源方式的方式 就是同心源方式 这样子不断的往外扩张 它的影响力 其实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的是 公司治理的部分 那公司治理的话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是内部 那其实它对内跟对外 其实都是在企业社会责任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我们在对内里面呢 可以看到说 它主要是例如说 深化员工的法制教育啊 或是打造一个员工的一个 友善无奇事的一个环境 或者然后还有包含就是说 例如说鼓励轮调自主学习 还有就是稳定的透明化的调薪机制 这些都是对于企业内部的劳权的改善 都是公司治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对外的话呢 就是台积电呢 它也去善尽它的企业社会责任 它推出一个半导体学程 它跟我们看到 就是在投影片上面 有六间的这个大学去合作 推出这半导体学程 去鼓励去做好这个人才的培育 这样子 那除了人才培育之外呢 台积电因为它是制造业嘛 它有颁布所谓的三级公体安全管理作为 要求它的承栏商 必须要去做好安全的管理 以及危害的通知 那台积电也有在它的半导体产业研讨会里面 去提出各项的改革措施 那这些都是公司自己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面向 那像新衣房屋里面 它其实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 它也是跟台积电一样 它也有多元人才禁用的方式 它要求说我的身心障碍的员工呢 禁用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 它也有产学合作 那它也有就是在职场里面去友善女性 提高劳动权益保障的相关的作为 那比较特别的是说 新衣房屋它在鼓励 在给员工讲求福利的时候呢 它是发行一个所谓叫幸福币 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它可以让员工呢 选择说我要把我的幸福币 用在哪个面向 我可以用在我自己个人的身体健康啊 或者是我的家庭 或者是说学习成长 跟环境保护这些面向 让员工它其实可以用多元的方式 来那个获得这个企业的奖酬跟福利 好 那新衣房屋它是服务业嘛 所以它对外 它就很重视它的这个消费者权益的保障 也包含例如说 要提供这个房屋的这个 售后的服务啊 还有就是漏水凶宅等等的保障 那还有刚刚我们一再强调 它的强化社区服务的部分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两个 一个是制造业 那另外一个是服务业的部分 那我们刚有一开始也有提到说 在特定产业规模的公司 它其实是会被课语说 要去散尽企业社会责任 跟编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那这三个的 这三个行业里面就是主要是食品业 那化工业跟金融 还有金融保险业 那我们这边呢 会以玉山金控来当做例子 来特别去说明金融跟金融保险业 他们要如何的去编制 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然后如果如何去接续 这个永续金融的重大主题 好那首先呢 就是在投资标的的部分 那玉山金控呢 它有一个永续投资的原则 它在这个原则里面 它开中名义就提到说 我们目的就是要把ESG 或是气候变迁相关的议题 纳入我们的投资分析决策 还有包含就是做投资咨询 成销跟绿色筹资 这等等这几个面向 然后来去那个提升ESG的这个投资 这样子包含 例如说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有就是给予客户的这个投资的咨询 然后是我内部要做投资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决策 那或者是说我怎么去辅导 我的这个辅导这些客户 这些企业去发行绿色债券 还有自己怎么去做绿色筹资 这些都是玉山金控它所聚焦的几个面向 那我们看到就是玉山金控它具体 它做的哪些作为呢 它在去年度的债券投资呢 我们看到它在CSR报告书里面 它就揭示说我符合标准的中低ESG风险的 这个债券投资就达到98%以上 那股权投资呢则是百分之百的符合中低ESG的风险 那除了这个玉山金控它积极的去做这些投资之外呢 它这边它在它的报告书里面也提到说 它曾经拒绝了两档ESG风险偏高的这个矿业的公司 那到底玉山金控它怎么去评估说ESG的风险高或低呢 我们等一下会用一个矩阵来跟大家分享 那在下面这两个表格 大家就可以看到说玉山金控它在本身发行绿色债券 跟绿色债券的承销上面 它所达到的这个成果就在下面可以请大家参考 好那这边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受信业务的部分 玉山金控它本身有制定一个永续受信的原则 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右边的这个图 就是说这里面呢他们有一个KYC的机制 也就是说玉山金控它会去审查它的这个顾客 是不是适合来成为他们受信的对象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先了解这个顾客的这个本身的基本资讯 那接下来他就去评估说他是不是一个ESG的高风险的顾客 我们刚刚其实分享到刚介绍完玉山金控 他在投资他怎么做吗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受信的部分 我们刚刚提到说他有一个KYC的一个审查流程 他就是简单就是know your customer 他去怎么去评估说我要不要受信给这个客户 那除了这个这个流程之外呢 玉山还有一个所谓的受信风险矩阵 他去评估他的ESG高风险的产业是哪些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就是那个玉山金控的这个风险矩阵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风险最高就是右上角的这个部分 就包含石化金属制品跟交通运输业 那在做受信或者是做ESG的这个风险管控的时候 玉山金控他就会比较避免的去乘坐这些客户的这个服务 好那这个地方除了刚刚提到高ESG风险之外 在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也提到说 他们会避免一些高增益性的产业 例如说像色情或是军火武器等等 他们也会避免乘坐 好那其他的玉山金控他也提到说 就是我们要去他要去持续关注这个气候变迁的风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边有提到TCFD 也就是气候相关财务揭露 那玉山金控他是第一在台湾第一家签署这个TCFD原则的公司 那他也持续去遵循这个相关原则去做 来避免就是说所谓的绿天鹅Green Swan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好那最后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说我们在编辑社会责任报告书的时间 一定要特别注意原则上是每年的6月30号以前 要编辑跟申报完成 那内容的话呢主要就是要依照GRI的准则 那建议的做法像下面这边所看到的 就是像玉山金控制把他的GRI对应的这个准则 直接标示在他的标题旁边 或者是因为这个CSR报告主要是电子 电子报告他可以用超连接的功能 让读者可以迅速的去连接到他所感兴趣的主题 那重大主题的选择就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同业发布的CSR报告可以是我们参考的对象 或者是国内外国际的标准等等 或者是说以问卷调查 跟利害关系人去沟通 来了解说哪些重大的主题是我需要 而且值得放在我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里面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也要避免就是说 有所谓的喜虑或嫖虑的这个质疑 其实我们在今年的三月的时候 欧盟呢他就发布一个永续财务揭露规范 针对所谓宣称CSR宣称ESG 但是实质上没有做到CSR或ESG的这些 这个基金啊 他就是去要求说他们必须要就是 改善这种名不符实的情况 不然就要财阀 那我们的建议是说 如果说今天公司他想要选择他投资 或是受信的这个 或是采购的这个对象 其实可以去多多选用国际公认的 或是有权标准所认证的这些 投资或采购 像我们这边所提到的 Bloomberg ESG 或是MSCI ESG这样子 那在金管会呢 他其实在这个永续公司治理3.0 永续发展蓝图里面 其实就有揭示说 他会分阶段的来扩大 编制跟申报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的这个范围 那目前所知就是在2023年呢 就会要求资本额达20亿元 以上的这些特定产业 这些公司呢 这上市上的公司要来编制 及申报其实社会责任报告书 那在下面这边 我简单的整理了几个 就是说政府其实是很积极的 在推动CSR 还有积极的在推动 所谓的永续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说像 这个政府他在自己的采购 跟招标里面 就有提到说 如果你是符合CSR项目的话 业者我就可以给你加分 那在资源媒合跟界界的部分呢 也有所谓的影响力投资 就是说我们去让这个 我想要善尽企业社会责任的 这个企业 我有资金 我想要去透过投资的方式 去扶植一些利益良善的 这个新创企业 那我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我可以把这个资金投给你 那让你可以好好的发展 那或者是说 在第三个部分 不同的政府部门 他针对不同的特定议题呢 他其实有不同的推广 例如说我们知道国发会 近期他所在强调的 就是社会创新 跟地方创生这一块 那如果企业他去投资 这两个相关的这个产业的话呢 其实也是可以被写进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里面的 那当然最后也是最重要 就是金管会 他在公司治理3.0 跟绿色金融行动方案2.0 里面都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他的政策的一个揭示 那值得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关注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简单的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可能在这个 整个投影片里面 常常看到的是右边的这张图 那这张图呢 其实是我去年 我第一次爬百岳的时候 我爬的就是玉山 那这个是我在玉山的这个 它在一个很高 就是在宫顶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在一个很艰困 就是说那时候就下着雨 然后气温非常的低 我那时候就发现说 在所有的石头里面呢 就开出了这朵小花 大家仔细一点看 可以看到这个小花上面 其实是还有冰晶的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其实企业社会责任 你的企业规模可能很大 可能像台积电一样 是一座护国神山 那你可能也是一个 比较规模 比较小而美的一个企业 那你除了当一座 共好的山之外 你也可以化身成一朵芬芳的花 去善用自己企业的规模跟角色 来对这个社会发挥一个 共好的一个良善的力量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我今天的分享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 非常的完整 去讲到所有的面向 但是我们其实把所有的 这个内容 精华的内容呢 都放在我们万国法律 在今年的四月跟六月的 这两篇文章 那分别是由林子佬律师 以及我来主笔 那我们另外呢 在Facebook上面 有一个公开的社团 叫新创级社会创新同学会 大家可以扫 就是画面的这个 右下角的QR Code 来加入我们这个社团 我们会不定时的发表 就是最新的相关资讯 那跟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演讲跟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吴律师 太精彩了 那除了这个抽象的 这个规范的了解之外 其实透过吴律师 今天非常充分的准备 还有实际的案例 其实更让我们具体的了解到 整个台湾在落实 企业社会责任的 实际上的一些做法 那我想今天一起来参与 我们讨论的朋友 也许会有一些心得 或者是有一些问题 想要跟大家 做一点讨论 那非常欢迎 那在大家一起做一些分享心得跟讨论之前 我先请上一次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林子尧 林律师 也先跟大家简单的 做一些心得上的一些交流 林律师就麻烦你 那你也可以先简单的 先花个几秒钟 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谢谢林律师 各位先进好 我是万国法律事务所林子尧律师 那在五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 就是发表一篇文章 那也是针对有关 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的落实 那上篇是由我主笔 那其实今天 嘉欣律师针对这一块也有做一个很惊讶的一个简介 那也就是说 像这个公司大型企业跟小型企业有这样的一个大小分流的差别 那如果对这一块有兴趣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参考我们236期的万国法律 那今天我想大家听完吴律师非常丰富的介绍 那我这边就做一个小小的算是心得的分享 那其实我们在谈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他现在就是一个 不管是民众也好 或者是说政府也好 就是一个非常要大力去推动的一个事情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地球只有一个 那环境很重要 如果破坏了 他可能就是一个不可逆亏不来 所以针对这一块 不能说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的一个事情 但是也渐渐的也受到非常多的讨论 那我相信再过不久 可能或许变成是一个普世价值也不一定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因为不管是环境也好 那还有社会关怀也好 那以及我们说公司的永续发展也好 这个对我们的社会 一个永续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既然说我们现在已经多数人会认同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在我们台湾要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慢慢的把它推出去 那其实我们说一个观念要从头开始去推 一开始当然要有一些小小技巧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巧可能就是棍子加红萝卜 这个可能两个都不能够缺少 那比如说像刚才主讲人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针对比较有能力的大型企业 我们要求他说必须要做一些资讯的揭露 包含比如说这个永续报告书 或者是说即便是非特定产业 比如说像什么食品业 非特定产业 但是如果是上市柜公司的话 那就必须要针对这个CESR守折去做这个资讯揭露 那甚至是说即便没有上市柜 你单纯只有公发的话 你也要在年报里面去揭露 有关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事项 那我们说啊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要求你一定要揭露 如果你没有去揭露可能会有相应的处罚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棍子 这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说啊 如果说全部都只是用一个棍子 那没有提供诱因的话 那当然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能没有办法推的长久 或是说没有办法诱因让企业自动自发的去做的更好 因为我们说法律大概只能去做最低度的要求 那所以说接下来我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目前我们观察到一些可能是红萝卜的部分 那当然这是我们企业会去主动去做这个CSR 甚至是去永续发展去推动这件事情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而且他可能甚至还跑得比我们单纯去想要去做法规遵循 这件事情来讲可能会跑更前面 好那对一个公司来讲什么样的东西才是有营 那不外乎就是能够推广他的业务 以及就是让他财务可以更加的丰富啊 财源更丰富 好所以大概就两面向 业务推展跟财务面向的充实 那有关业务的推展来讲 那不外乎就是说去取得客户的认同 那当然我们不同的产业的客户不一样 比如说如果是终端产业 比如说像零售业 他的客户可能就是一般的民众 那如果说是代工业 他的客户可能是一些品牌 比如说像苹果 比如说像是宏基这笔电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有些在做政府采购的 那他的客户可能就是政府 那其实不管是哪一个面向 当今天民众越来越重视这个永续发展 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 还有这个社会关怀的话 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一块 那你可能就会流失这样的一个客户 那如果说你的客户是企业 比如说像台积电像苹果的话 那像苹果他就要求他的产业链 必须要在比如说2030年达到 比如说炭高峰或炭中 或者是说达到一定的一个 这个减碳牌的一个要求的话 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或许他可能会把你从供应链的名单给拿掉 那相应的比如说台积电收到这样的要求 那台积电就会去要求他的下游的一个厂商 这样的一个一环扣一环 那渐渐的把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概念 去拓展到整个产业链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在做 主要是做这个政府采购的这样的一个厂商 比如说像一些 比如说建筑或者说一些相关的厂商的话 那今天像政府采购的招标文件 在2018年开始就已经有纳入这个CSR的一个 这个标准 也就是说当你没有办法在这一块拿到比较高的分数的话 你要去取得这一个政府采购的案件 你的几率就会下降 那将来我们说甚至政府也有在严理 要把这一块的比例比重 分数比重去拉高 也就是说透过这一方面 不管你是哪一个产业 你的客户越来越注重这一块的话 如果今天公司不去注重你的这个ESG CSR相关的 不管你是在你的供应链的要求 或者是说你的原料采买 或者是说 你想尽办法把这些你有做到的事情去揭露 让你的客户窒息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订单 得到这些资源 所以这个相对于说我们 主管机关用棍子去处罚你 你没有揭露我要干嘛要处罚你 反而我们说如果你有揭露 我可能这个标案会给你 我可能这个订单会给你 或许我们说从这个面向来讲 让企业更自动自发的跑在政府前面 那或许这一块是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想见说将来 可能客户要求越来越高的地方 那除了这个业务方面 我们说其实一个企业 他可能也需要资金 从财务方面的话 其实目前像这个金管会也推 这个绿色金融2.0 那什么叫绿色金融2.0 也就是说今天企业想要筹措资金的话 那你也必须要去注重你的 比如说永续发展ESG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我们说我们企业要怎么样去从 这个社会大众拿到资金呢 那不外乎两个面向 就是从股东也就是说我透过发行股票的方式 向这个投资人去募集资金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那我可不可以用发行公司债的方式 向债权人募集资金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企业筹支的两大面向 我们说企业要想想办法去推展他的产业的话 一定要有钱嘛 没有钱巧妇难为五米之锤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这两块 你想要比一般的公司去取得更多的资金 那如果你有去注重我们的这个永续发展理念 那当然我们会有更多的途径 可以去拿到这样的一个资源 比如说像这个金管会所推行的绿色金融2.0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环就是 去推所谓的永续发展债券专版 也就是说它去集结所谓早期的绿色债券 可持续发展债券 跟像今年才推的这个社会责任债券 把这三种债券把它合在我们的贵买中心 去做一个永续发展债券专版 那当然一方面可以促进它流通没有错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企业就可以 在这样的一个专版去筹措资金 那当然我们说这一个透过这一个平台去筹措资金 你必须要提出你的比如说像永续报告书 或者是相应的就是说你要去说明你比如说筹措到的资金 一定是要用在跟发展比如说绿色能源 或者是说环境关怀等跟ESG相关的目的你才可以做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发行债券 如果说你有注重这个永续发展的话 你会取得一个额外的资金取得管道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说我们也可以跟银行融资 不过我们现在金管会也要求说 如果今天来找你这个金融业融资的人 他是这笔钱是要用在永续发展的话 你要怎么样优先考量把资金带放给他 所以我们说一旦你把这个永续发展 比如说像永续报告书做好 那这一块你将来再去取得融资 其实也会更容易 那除了这个债券的部分之外 比如说像股票的部分 像现在大家正夯的比如说这个ESG的这个基金 像我们台湾目前就好多党 那很多投资人他不知道投资什么 那但是他又认同这个永续发展 还有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话 那他就会去投资这样的一个议题 甚至在我们金管会的这个绿色金融2.0里面 也有要求就是说我们的机构投资人 甚至是金融业者 还有政府基金跟供应事业 你如果要做转投资的话 你要优先考量这些有去做这个永续报告书 或者是说有去散尽社会 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些公司 你的转投资你的资金 要优先挹注在这一块 也就是说 这边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就是说我们公司去做这个永续报告书 其实不单单只是我们只是要去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把这一块如果做好来的话 那一方面我们会取得客户的认同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资金的取得 不管是这个永续发展债券 或者是这个在有价证券市场里面 其实我们都会取得更多的机会 那甚至像目前有些这个上市柜审查 比如说一些非公发公司将来要去申请这个公发的情况 或者说想要去申请上市或上柜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上市或上柜审查的话 那其实也会针对这个永续报告书 或者说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去纳入考量 所以目前我们只能说 这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一个理念没有错 那我们法规强制要求的部分 其实这个层面是非常低度的 不过如果我们说企业自主去做好这一块 那其实我们得到红萝卜跟糖果是很多的 那所以说这一块是 其实对公司来讲是还蛮值得耕耘的一个部分 那只是说这一个 比如说不管是消费者 银行或者是我们的债券投资人 或者是有价证券股票投资人 他要把这个资金跟资源给你 那总是要有一个东西让他做考量 那这一切都回到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资讯揭漏 那当然我们说目前我们的资讯揭漏平台 还不是非常的统一 比如说像刚才有提到的 这个永续发展债券所要揭漏资讯 其实并不是那个永续报告书 那像这个ESG的投资的部分 它其实也不是以这永续报告书作为一个基础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有关 这个企业社会责任 还有ESG的一些资讯揭漏 其实是分散在每一种文件里面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金管会目前也有考量要去做一个平台 去把它做一个整合 那这个除了这个整合之外 其实另外一块就是刚才这个加薪律师有提到 就是说防止洗律 以及我们所谓的第三方认证这一块 那这一块也是我们将来去 需要去更加努力 因为只有我们去做好这个防止洗律的一个充分的准备 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消费者才有更多的依据 可以去提供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更没有后顾之右去认同 这样的一个社会这个 比如说社会创新或企业社会责任 或永续发展的理念 那以上是我小小的分享 谢谢 谢谢你很精彩的一个分享 那我先问一下 下面有没有哪个朋友想要发言的 你就可以直接打开麦克风来分享或者是发问好吗 有没有 你好请问可以发言吗 可以欢迎 杜上人各位来宾大家好 我是国立阳明教授大学的科技法理研究所的所持生 那我叫夏伟臣 那我是法律组的学生这样子 那之前因为一些比赛的关系 所以有稍微研究过这个系的社会责任 那但是因为我不知道 5月20号的那场演讲讲了什么 所以以下的问题 我不确定会不会跟那一场 就是有重复到我什么的那情节量这样子 就是那首先谢谢主讲人的分享 那我的应该也不是说问题 应该是说 呃 询问就是说 我之前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 就是有探讨到的就是 虽然说企业社会责任这个东西是现在 很热门 大家只要挂在嘴巴上讲的 但是呃 我想我想 询问一下就是说 那主讲人或者是其他先进 我没有就是在台湾的法院实务上面看到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肯认 因为虽然说公司法说法 引进了企业社会责任之后 但是理论上 公司应该还是要引力为优先 所以公司在做一些 呃 决策的时候 如果他是用企业社会责任的决策去做 那股东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或者是不认同的地方 那呃 律所这边 会不会有协助过这样的案例 那再来的话另外一个就是说 虽然说呃 其实现在很多的案例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议题刚引进的关系 所以呃 还算是在一个炒创或是比较模糊的阶段 但是呃 不知道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案例是呃 因为我们在讲CSR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部分也在讲机构投资人的部分 因为现在有很多ESG的这个基金在投资 那呃 除了各式各样的呃 用报告说的方式来实践CSR之外 我想询问的是说 在我觉得在公司架构跟比如说投资契约的设计这边 也是一个能够影响CSR最重要的部分 因为呃 台湾的以中小型企业居多 那如果说 虽然说是20亿以上大公司才要去做这个强制的揭露 但是呃 我觉得台湾的传统思维还是蛮严重的 以至于说一般的公司 到底他的公司架口有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实践CSR 我觉得呃 呃这是我想询问的问题 那还有就是公司有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在签这个投资 协议或者是并购协议的时候会把这个东西放进来 那去做一个好的章程设计或实践这样子 谢谢 好谢谢萧同学的这个发问 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的这一场演讲 呃 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很很期待这场演讲 但是我们今天用的是免费版 只有十个十个人的名额 所以我们之后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 呃 网路上就是YouTube上面 所以呃 各位的发问 可能都会在这个部分都会被录影 然后会呈现 那如果说您有不同意的话 还是请您表达一下 我们会把你这个部分 呃删除哈 那就是刚才这个呃 萧先生这边所问的问题 呃两位好主讲人跟语谈人看哪一位要不要先 先呃 受一个说明好吗 谢谢主持人李律师那也谢谢萧同学的这个精彩的提问 那我先针对后面的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那个机构 是说他在考量这个CSR 其实我们在谈CSR或者是说 永续发展的时候呢 其实他不一定只是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责任 其实他对企业来说就成如刚刚子瑶律师所提到他其实有很多的诱因 那也有很多的好处 那刚刚子瑶律师其实分享很多就是可能外部的这个红萝卜跟糖果 那我来讲就是说对于企业内部本身他去做一个CSR 他去做好CSR或者是他去做一个呃 永续发展的这个投资对他来讲有什么好处 其实我们在呃很早期里面就是在谈永续发展最早就一本书叫做 our common future 他其实就在谈的是说永续的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在经济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不确定说我们的环境能不能跟上跟得上我们无止境的这个开发 所以说如何让经济发展跟环境能够永续达成一个平衡跟一个共好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的报告里面就是有提到说呃TCFD 那TCFD他就是一个企业向财务揭露的一个一个准则 那在我们在呃在很多的企业的这个实力里面看到就是说气候的变迁 他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包含就是说这个本来的单薄品 他可能就是呃因此而就是呃呃灭失或者是说他呃价值受到减损等等 就是例如说可能因为土石流啊或者说呃气候变迁等等相关的因素 所以说去做好一个呃呃ESG风险的管控 其实对于每个企业来讲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说对于机构投资人里面 当然我们看到有外部的优因可以鼓励这些呃投资人他去投资这些标的之外 他其实自己内部去做好这个CSR呃ESG风险的管控 其实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那关于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目前有没有法院实务是针对就是呃 企业社会责任这件事情然后有相关的这个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那呃呃呃确实销同学这边点出的就是说呃呃 传统上我们基于股东呃呃行动主义会认为说就公司知道盈利为优先 那如果说今天公司他在追求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 那有些股东可能不认同怎么办 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也是持续的在研究当中 对如果说就是后续有一些值得分享的这个食物的案例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这个每个月分享的这个平台里面 跟大家一起去做分享这样子 好那史遥律师那边有没有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 那有刚好有两刚才这个萧同学有提到两三个点 那有关机构投资的部分刚才那个嘉欣律师已经有做回应 那我就针对那个小型企业的部分 就是说业主或者说他们股东间的协议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做这样的一个 善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那就当然我负责的案件可能也不是说到非常的多 但是就我目前所做到一些观察 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小型企业的遇到的问题 绝大部分是他要怎么样生存下去的问题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的能力普遍性来说 他们的能力还没有大到就是说 他有办法去兼顾到自己永续发展 就是公司能够存活下去以外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其实呼应到刚才嘉欣律师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能力越大责任越重 其实在小型企业我们目前也没有去期待说 他一定要去这样做 那其实从一个实务的角度来看 那确实他们目前也不见得有能力去这样做 所以我们的目前公司法 比如说像107年修法的时候 也只是说非公发公司得作公益 那你有能力的话 你行有余力的话 那你就去做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是有能力的公司 然后你申请公发了 那你当然我们就可能会强制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还没有到那个规模 那就是自动自发 那整个大方向是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也不可排除说 有没有少数的公司 它是一个非公发公司 但是他们有股东间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想要这样去这样去做 那其实当然也是OK 那只是说这边当然我们会遇到一个很传统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所谓的社会企业 这样的一个组织形态的话 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以做公益为主要意志的部分 把它定到章程里面 会不会去破坏 比如说像我们公司法以盈利为目的 这样的一个强行规定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我们需要去讨论的地方 那只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法规修正 跟这样的一个议题在毕竟是比较新 那你说法院目前有没有说针对去做企业社会责任 然后认为或是说去修章变成社会企业 然后我们认为说这个章程无效或违法的话 就我目前的经验我是没有看到 但是如果说各位先进有刚好看到这样的一个判决的话 或许也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以上是我这边的一个小小的分享 好谢谢紫瑶律师的一个说明 那事实上刚才萧同学所问到的 包括在诟病的过程里头 到底对这个ESG这个部分的重视的情况 事实上我们在我们奉法医事务所内部 有一个新创期社会创新法治小组 在每个月的例会里头 曾经有过类似的意见交换跟讨论 其实我们之前有稍微提到 我们曾经遇到国外的客户来问 就是要收购台湾的标的的时候 来问到相关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下的时候我们其实对这一点是 觉得有点意外说 怎么会去问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现在来看 确实就是这一点在很多 包括国内国外的这个企业来讲 其实老实讲是认为是企业经营上面 蛮重要的东西 而且不是只是一种理念上的一种标榜而已 那这个部分当然日后会有更多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适合的时候再跟各位做一点说明 那时间的关系 请问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要简单的问 什么样的意见或分享什么样的看法呢 或者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不好意思 请问有听到吗 可以的 请 你好 不好意思 我今天是大人律师事务所 有盛家有律师 那个刚刚有关这个吴律师的报告 以及吴律师的舞台都非常的精彩 那我有一个小小问题跟这个时事有一定的相关 然后想要提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有关刚刚吴律师所提出来的一些 相关的这个社会企业的一些案例当中 那之前是有先有提到的是说 这些你要做这个社会企业责任的概念的情况之下 不需要是先有一个公开发行 就公开说明书跟一个这个 那个社会企业报告书 就有一个这样的揭露 那就后面吴律师所介绍的这个台积电的案例 以及新领域的案例 其实他针对于的这个社会企业的一些责任 相关的一些历史应该是都算是蛮明显 例如说我要做一些绿能 或是说我要做这个相关的一些慈善 独居老人的照顾 或者是侵害羞责任这些 这是一个比较特定性的一个 这个社会企业责任的一个内容 那最近比较有一个时事的话题 就是在讨论说有一些大的公司 希望能够捐赠所谓的疫苗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社会企业责任的这样的社会企业报告书 里面是否是可以做这样一种概括性的 的这个规范来说 我今天授权给董事会说 我今天只要合乎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状况 或者是一个公民性质的情形的时候 我就可以发动这样的社会责任 还是说我必须一定要是在说是公开 把你的那个公开企业报道书上面来写说 说说明说我是一定要 一定有哪些事情是可以做 如果没有写到的 那是怎么样在做其他或董事会在做出 或者是股东会在做出 这样子 谢谢 好谢谢 那我就请吴律师 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用两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谢谢吴律师这边精彩的提问 那从我们的这个报告一开始 其实就提到说很多公司 他其实在近期 就是有透过捐助疫苗的方式 来算精彩的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说那台积电 他确实在最新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上面就有把这个部分写进去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第二点要回应吴律师的部分在于说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资讯揭露的义务 是指的是说非公开发行公司 乃至于到就是特定规模的这个资本额以上的 这个50亿元以上的这些公司 他是被要求要做资讯揭露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这些 不是规模这么大的公司 你当然还是可以做企业社会责任 你还是可以做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资讯的揭露 像金管会他就有提到说 在去年度我们就有457家的公司 他们去做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个揭露 但在这457家里面 并不是全部都是上市归公司 所以也有一些本来是他是没有义务的人 那他想要去揭露他CS做得很好 这个部分 其实这当然是完全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对那只是我们 程如我们刚刚的报告里面 一再提到的是说 依照公司你的不同的产业特性 你必须要去选定一些重大的主题 去揭露你本来就必须要揭露的事项 那针对像疫苗这样子是一个 捐赠疫苗是一件非常良善的事情 那当然是可以写进去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以上简短的回复 谢谢 好谢谢吴律师的说明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让大家一起做交流跟分享 不过就像刚才报告人他特别有提到的 我们现在在脸书上面有一个 万国法律事务所新创新的 法治的一个同学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社团 那欢迎大家可以来这个部分加入 那稍后在可能在明天中午之前我会把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明的内容把它剪辑成影片的然后把这个连结也放在这个社团里面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或者是看看哪些朋友 那今天因为十个人的上线没有办法加进来 所以可能可以分享给他们做一些参考 那另外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部分再继续往下觉得说 还有哪个问题觉得在实物上不十分清楚的 也欢迎到这个社团来跟大家做一些讨论或者是交流 那我们也会适当的做一些深入的研究 那适当的时候再跟大家报告 那稍早之前有朋友问到说 你们这个节目好像还蛮不错的 下一集在什么时候 好吧 这个算是一种自我奇迹 我们就希望看看能不能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都能够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交流会 跟大家做一点交流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可能就进行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尤其是谢谢嘉欣律师准备的非常充分 而且精彩的一个内容 然后子谣律师也有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 那也更谢谢大家的一个参与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谢谢各位 谢谢